郭文贵,现在这里《维基百科》的资料披露 郭文贵之前说到他的大靠山就是一个中国的老领导 这个中国老领导有些人推算,美国之音推算就是江泽民 你想想郭文贵在矛头直指王岐山 你知道王岐山和习近平连成一线了 你看看郭文贵的所谓爆料 来来去去都是讲的字,都是讲利益,即是钱字 其实爆料就没什么特别可信性 你说回中国里面的制度,讲过很多次 其实中国里面的制度,他有温床很多这些郭文贵 随时有郭文贵一号,郭文贵二号 其实你看之前有个叫赖昌星的嘛 他一样是在做这些东西的嘛 有什么制度就会出现什么的人出现 即有什么人会出现,就是有郭文贵的人出现 郭文贵,他说回现在里面 即是他讲过王岐山啦 即是他说怎么样王岐山他自己都腐化嘛 你想想现在中共里面的环境,那个制度 他是一定会有这些腐化情况出现 如果你听新闻呢 听到中国捉什么贪官 捉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不是新闻来的 一定有出现,一定有发生的嘛 只不过中共现在他所谓习近平王岐山 他所谓反贪 他不想给这个贪污癌细胞 令到中共的权力受到挑战 所以他压止 他压止而已 所以我经常说他说 选择性贪污,不是选择性反贪 就是这件事而已 他压止这件事而已,不让他发烤而已 其实我都说反贪,什么是反贪 反贪的神兵力气就是什么 要所有公职人员申报他的资产来源 所谓叫做收入与官职不相逞 对不对 你现在你其实葛文贵事件这样爆料 这样威胁中共 其实就是中共你自己一手一个造成的嘛 你怎么制造一个葛文贵出来 对不对 这个制度问题就不关郭文贵事 其实说回一件事 郭文贵 他说到他的事爆料 他所谓爆料 为什么人们不叫郭文贵自己 说回他自己的发迹 发迹路程呢? 发迹时间呢? 如何发迹接触谁 我从什么勾结谁 中国而拿到第一桶金 这么说的嘛 对不对 郭文贵他可以在中国里面发迹 郭文贵他都有香港的身份证的嘛 而他的香港的身份证 维基百科这边说呢 他很多资料 这边看回 他拥有香港身份证 多个英文名 多个英文名 其中一个香港身份证的名字叫郭浩雲 对不对 你走得正站得正 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名字呢? 对不对 郭文贵先生 你只说回你的发迹 如何发迹咯 你看回一件事 如果郭文贵 可以在中国里面 这样证据 我形容证据他所有的利益 他来到香港 我觉得香港的环境呢 他不可能这样发迹 即是他用威胁啊 这样来证据他所谓的财富嘛 你来到香港 我觉得他只是第二个张子强而已 即是怎样辣索些有钱人啊 怎样成 你看回整个环境来说 郭文贵在背后的老板就是江派 不用说 现在水落石出 江泽民 江派 江派现在 在常委里面 最高的 不是张德光 对不对 现在郭文贵 披露那么多东西出来 老实说 赖昌星 说回赖昌星 那件事 赖昌星就是朱镕基时代 赖昌星就是福建嘛 远华集团嘛 勾结好多人 然后跑去加拿大 加拿大和中国 即是加拿大不肯引导赖昌星去中国呢 就说如果赖昌星回到中国呢 就会有死刑 那加拿大就不会遣返 那些人去一些酷刑国家嘛 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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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那时保证 他那时这么说 他说如果赖昌星回到中国 保证不会判死刑 那这些是不是人质啊 司法 如果你是司法的制度 怎么可能这么说 对不对 你看回现在 郭文贵 他在外面流亡 现在流亡外面爆料 如果一旦他回到中国呢 我猜他都是死刑一定判 你看回现在这个形势 你去爆王岐山的东西 王岐山老实说 他所谓的反贪 最大温床我都曾经说过 一定是人大呀政协那些 你没有上面那些 这些贪污集团 控制下面那些 下面那些怎么去贪污啊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对不对 你中共里面 老实说你这样搞下去呢 会有多少个郭文贵出来爆料呢 因为老实说 现在郭文贵这样爆料呢 他可以 他可以威胁到中共 造成一定的妥协喔 对郭文贵 那你这个 这个连锁反应 这个骨牌效应呢 会有陆陆续续 类似郭文贵的人出来爆料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